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然是两尊神明 但神明的语言 他怎么听得懂呢 从那一刻开始 他的生活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居然透过随便写一个字 他可以看出这么多的线索跟讯息 举一个例子说 他说那一天 有一个修影运机的济师 来到他的家里头 初见面当然要交换名片 他看了对方的名片 叽叽呱啦说了一堆 这个济师里面 他们家发生的一些琐事跟困难 对方吓得 我们认识吗 我们见过面吗 小的时候夜里 就常听见神明的交谈的讯息 听得见神明之间的对话 却不能跟他们交谈 究竟怎么回事 这个来自神明的讯息 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 时间回到民国74年的这一天 你好 我是修理影运机的 这是我的面片 你好 这是你的面片 我从那面片发射了这个反射信息 然后我很快的很直接拿过面片之后 看到这个信息 我就直接跟他对话 我从这个面片 我想来跟你请教一件事 汪冲源说了字字句句 让这位技术师瞬间头皮发麻 他到底说了什么 技术师一脸狐疑心中满满的疑问 但是还没完 王崇源接着说 你们家是不是就在一条那个五尾巷子里面 差不多从后面算来第三件 不等王崇源说完 技术师直接问了这句话 你以为你这样看到这个面纸 你怎么说这么多问题呢 是啊 素妹平生的两个人 他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名片里藏着什么讯息吗 或者王崇源看到还是听到了什么 第一次我自己有感受说 为什么我讲的会那么准确 那我应该是透过原本 小时候那种连接性的那种讯息 原来这一天 当他拿到技术师名片之后 瞬间仿佛开启了 他对文字讯息的接收能力 王崇源从对方姓名发现种种迹象 接着再把他接收到的讯息翻译出来 这种类似于文字真卜的秘密学 对王崇源来说是人生初体验 但说到底这一切说来有点玄奇 又不可思议的事情 原来跟神明脱不了关系 年纪小的时候 他把他当成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 不会认为说他是一向 类似有通灵的那种能力的感觉 那只是我懂得翻译讯息 而无法投对信息 小时后 王崇源家就住在大庙旁边 有事没事 他就跑到庙里头拜拜 因为他睡觉的地方 跟神龛只有一墙之隔 夜里经常慕名听见 神明之间的对话 这一份人神的连结 开启的是他日后对文字的感应能力 而不是与灵界之间的沟通对话 也就是说 他能透过文字段集中 透了就是感应而不是通灵 一个简单的字 甚至名字 王崇源真的可以从中得到讯息 准确说出一个人的运势 或者种种迹象吗 刚开始 他自己也带着疑问去摸索眼证 直到这一天 一位朋友找上门 请坐 王老师 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动不动就发生口角的两位同事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王崇源透过其中一位写的字 发现他们两个人 亲世是好朋友 只是为了一时气愤而斗嘴 怎么办呢 这时候王崇源丢出一个 他感应到的文字讯息 真的假的 透过文字也能感应出身上的特征吗 他半信半疑 回公司之后 立刻找了这位同事 他说我们两个前世是好朋友 希望这一世也可以做好朋友 他跟我说 我们的左脚有一个胎记 同事一听瞪大了双眼 难道 真的呢 他怎么那么厉害 你看看 越是没有接触过的话 我们的脑袋是越干净 只要单纯的透过文字 就能了解这个人的状况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 要不要当好朋友 你不可以吵架了 好啦 不好意思 一天到我骂我 多方验证 准确度高达九成以上 这让王崇源 对文字占卜信心倍增 同时他也发现 不管是写字 或者透过发音说字 他都可以感应讯息 达到占卜的效用 他想 既然文字都可以感应吉凶 那么结合姓名学架构 同样也能看出端倪 判断吉凶 老师一看一下 这个LINE上的名字 就跟他讲说 你不能跟这个人做声音 而且这个人现在正在牢里面被关 所以那个亲戚的孩子吓了一跳 他说真的 真的是这样子 他说你怎么知道 他目前被关 有犯过谎 如果是我个人的建议是 不宜与他合作 原来从名字当中 真的可以秀出一些蛛丝马迹 但可惜的是 年轻人不听劝告 后来得知亲戚的口中 知道说 也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真的跟对方做事业 那亏了三四百万 他也离开了家乡 那父母因为知道这个事情以后 没办法也拿一笔钱 来替他觉得这个问题 名字代表的是一个人 安生立命的根本 也像人生的一面旗帜 王重元说 人如其名 名如其一 姓名是可以反映出 一生运势的种种迹象 曾经一位妈妈来找王重元 请他算算儿子能否如愿考上 学士后中医 汪重元看了名字 惊觉不妙 老师 考了两次呢 到现在都没考上 我曾经跟他的母亲讲说 他可能要考四次 可是他的母亲他认为说 他只要有信心 有力量 努力的话一定会成功 究竟人定胜天 还是命中注定 结果他考了第二次 都没有中的时候 我遇到他的妈妈 他非常的沮丧 他认为这个 他的小孩这么用心 为什么还卡不上 不好意思 你有没有笑 我想要来请教老师 难道连神佛都束手无策吗 就怕儿子深受打击 焦急的妈妈希望老师帮帮忙 这个借有神明的力量 不能临直报复教 那我就请示这个太子爷 可是请心底庆 请示神明 怎么说可以用这个 栽质文昌的方式来帮助他 所谓的栽质文昌 就是俗称的重文昌 是一种借助大自然力量 把文昌之力 催化到最高的一种防束 据说如果能得到神灵的帮助 可以耀尽文昌 提早登科 那一天 王重元遵循太子爷指示 特地去找向东竹 竹子的尾巴它是向东的 向东竹 然后再用无纹光纸量它的那个高度 我们必须在登科的位置 钻了一个小洞 然后把这个命组的生成八字 还有它的头发指甲等等 然后把它包好以后 然后晒到这个竹洞 装有指甲 头发的红包袋 必须配合命组的生成八字 再选择即日即时塞进竹洞里 但要注意的是竹洞内绝对不能进水 才可以随着竹子的生长 在考试这段期间 催化考运的力量 把它封紧之后 做一个小的结界 不要有外领来侵入 然后就这样子 它很顺利地就登科 考上了学士后中医 这个效果 四个人会有七八个人可以上位 王重元说 本身因为拥有特殊感应体质 从小就跟神佛结下情缘 郑文昌就是太子爷在梦中教他的 文字灵魂还有姓名学 以及坟墓彩绘等等 这些也是神明对他的启蒙 自己在花时间钻研 不过他说自己最大心愿 就是宣扬文字灵魂的奥秘 希望让大家了解文字讯息 学习如何从文字当中 便是吉凶 才能让意识更上一层楼 台湾大战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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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董 您的家庭是給我們 最值得鼓勵跟支持 五湯八月經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